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蜜粉房屋 在前几天的新闻中,有媒体爆出了 中国进口的原装苏35装备了八个光学告警装置 而自己生产的歼16却只装了两个 一时间,关于这种光学告警装置的用途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点 在现代空战中,空对空导弹就成为飞机相互厮杀的主要武器 自从美国人从响尾蛇身上得到启发 发现了红外感应技术以后 空对空导弹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导弹万能论甚嚣尘上 虽然这样的万能论有时偏颇 但是也确实说明,空空导弹在现代空战中的重要作用 既然空对空导弹成为空战最主要的武器 成为飞机最锋利的矛 那么自然,有了这样锋利的矛,就会有同样坚固的盾 而要下起这个盾,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 如何发现敌方向你射来的导弹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再强的防御设施也无法发挥作用 那么自然,这种能够发现敌方导弹的装置 的保命装置 现代战争中的空战都是基于远距离发现对手进行打击的 但是在未来的隐身时代中,双方发现对方的距离已经极小 那么隐身时代的空战是怎样的呢? 微信搜索并关注,迷幅防务,回复空战,了解详情 但是,怎样才能发现敌方来袭导弹呢? 如果是敌方远距离发射的主动半主动雷达制导导弹,还好说 这种导弹在发射前,敌方战机雷达会对你进行锁定 可以很好地进行辨认,而且空空导弹自身所携带的雷达 频率波段都很特殊,既在雷达告警系统也可以很好地发现它 但是,如果敌方在较近的距离上发射红外热成像制导的空空导弹 雷达告警就不管用了,必须要采取别的办法 首先人们想到的,就是以其人之道环置其人之身 给飞机也装上红外探测设备 在其发现热红外目标的时候,迅速告警 但是,在空中各式各样的红外热源多了去了 有方战机发动机热源,自己发射红外干扰弹的热源 甚至自己发射的导弹也会有热源 这就使得自己的红外探测设备往往难变真假 造成真的不报警,假的瞎报警的情况 针对这样的缺陷,开始研发了紫外光电探测系统 这种系统的灵敏度极高 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对可疑的红外热源进行成效分析 自动排除各种红外干扰 精确区分来袭导弹的红外特征 将有威胁的目标信息提供给飞行员进行处置 及时的采取干扰或者规避措施 保护自身安全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点击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米粉防务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